歡迎回來發達廣場的時間 坐在我身邊的嘉賓 仍然是要財政券的市務總監郭Sir 郭師志 郭Sir,你好 郭Sir,現在行指升83點 到22,722點 另外,我們看看李寧方面 昨天公布消息 明年的訂單可能減少價 總值跌6% 昨天最多跌超過1.5% 今日見到李寧股價繼續跌下去 去到17.6% 神話是否已破滅 明年的第二季訂單是持平的 大幅增長的勢頭已經放緩 加上零售店的重組 亦令集團的燒情受制 無論如何 估計已經反映市場對盈利的前景 是比較保守的 我自己覺得這樣 李寧是一個比較高檔次的運動服飾品牌 在上海、北京 一些大城市 其實勢頭相當好 但由一路增長到高速增長 勢頭應該是暫時過了 亦有少少飽和 當然其他牌子的競爭 亦帶來一定程度的隱憂 但很多人說 你在一線城市發展後 如是飽和 可以向二、三線城市發展 問題就是這裡 你本身是一個品牌 二、三線或三、四線的城市 消費能力沒有那麼強 沒有那麼高 那你是否可以將價格下降 其實我看來未必可以 因為你維持一個高檔的品牌 你的價格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走大眾化的路線 一便宜下去 便不能回頭 我自己覺得 在現在這一分鐘 其實除了通過一些重整架構 或者盡量去管理方面做好一點 所以說希望減低營運的開支 或者提升產品的銷程 做一些廣告或者推銷 沒有其他辦法 當然還有就是原材料價格上升 原棉花等等 人工等等 其實整體來說 都削弱了它的邊際利潤 不過怎樣也好 股值方面當然拉低了 過去一些內需的板塊 市場是在給40倍或者45倍的市盈率 因為大家對一隻正在處 一個高增長之中的股份 願意比較高一些日價去買 但是當股份的高增長過了 慢慢慢慢持平 甚至未來增長會放緩的話 市場不可能再給到太高的市盈率 可能市盈率會維持20倍 或者19、18倍 或者逐漸逐漸拉下去 其實不少工業股 由於沒有太大的憧憬 市盈率是4到6倍 當時來臨不是工業股 而是零售股 但是由於業務的前景 可能會出現一些技術上的轉變 包括燒程會放緩等等 所以令到現在這一分鐘 以往績來說 在給的市盈率是17倍 而且這個勢頭仍然繼續收窄 正在反映2011年 在未來第二季、第三季、甚至第四季 因為它增長的勢頭 暫時來說都會持續放緩 這對一些持有相關的 內地零售板塊的投資者 就要留意了 千萬不要過分去追捧 因為過去以往 在一個低台慢慢慢慢上來的時間 爆炸力是很大的 但是這個大幅增長的勢頭 已經暫時來說是告一段落 面對著一些營運開支的上升 或者原材料價格上升 公司上升 以及燒程去到飽和的階段 是有個過渡期、有個整固期的 但是股份既然過去估值太高 現在自邊會拉低一些 短期來說已經創了一年來的低位 聽清楚是一年來的低位 股市仍然仍然咬著二萬七八點 但是股價已經是一步一步邁向低位 我自己覺得如果有貨在手 沒有做風險管理 這一分鐘就很被動 首先不要加住 其次來說如果真的逼於無奈 真的拿著一注資金 那注資金剛好買了李寧 現在就考慮自己持貨的能力和能耐 如果覺得身邊的資金已經沒有了 如果再跌下去 辛苦是自己的話 其實方法只有一個 就是減前沒有其他方法 如果資金來說不是太多 自己仍然還有相對比較多的資金在手 你是不願意出的話就算了 但是千萬不要再加住 一個勢頭在基本因素偏淡的情況之下 講講這一分鐘只剩13 17.38元 任何價格摸下去 你都有心理準備 估價暫時來說都會反復帶軟 謝謝郭Sir 不如又看看整個體育用品 版法今天的表現 看到李寧下跌4.6元到17.42元 安達體育跌2.6元 報12.38元 中國動向聲良先報3.36元 匹克跌1.5元 報5.26元 特報國際跌6先報5.25元 361度跌9先報5.6元 看到整個版法的走勢都是一般的 除了持有李寧 不如再說 如果持有內地體育用品股 是否應該先去看清楚位置 然後再去想想是否值不值得 放慢 意味著整個板塊大幅增長 高增長的勢頭已經停一停 其他一些體育用品的業務 一樣會受到相同問題的影響 不過如果你說 有些不是走高檔次 做一些中檔次 到二、三線城市的銷程 仍然還有 所以一線城市就算飽和 如果二、三線的城市 可以彌補不足的話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甚至有些 去到三、四線城市的銷程 就比一線城市更加好 更加不會受影響 所以最重要是看 第二季的銷程 到底是怎樣 訂單是怎樣 如果你說買得好 訂單肯定還有增長 這個數字一定是真的 相對來說 如果你說買的力是比較小 分銷商就不敢拿那麼多貨 你放在這裏就賣不去 老實說 就算是辛苦 到其時便會影響到直營運 怎樣都好 我覺得一隻零零 顯示了在體育用品的整個範疇 某程度上來說 高檔或中高檔層次的營運 其實已經面對消費漸漸飽和的階段 當然三個月後或半年後 情況是會改善 因為穿一雙球鞋 穿半年或一年便會換 其實很多人來說 家裏的球鞋 可能一個人穿十對、二十對、三十對 但亦有一些買一兩對 穿到舊勒冷 然後再買第二對 三亦如是 我自己覺得 十三億人口始終在這方面 服飾方面的需求 仍然很大 市場仍然很大 並不會說 一個消停 第二季度一放緩 令到整個行業出現一個 勢頭完全逆轉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錢了那麼多人口 你真的要穿、要吃、要住、要用 所以我自己覺得 暫時短期來說 在面對消停欠佳股價是受壓 這是無法避免的 但我自己覺得 稍為一段時期之後 這個情況是會慢慢改善的 一眾的體育用品股 如果在組合裏面 我持有一些放在那裡 問題就真的不大 但如果你說我現在資金得一注 我可否選體育用品股 來買中線投資 除非你有足夠的能耐 去忍受短期的反復帶遠格局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應該有其他選擇 謝謝郭Sir 另外繼續看市場移動股 見到神華 希望以87億收購母公司資產 股價升超過3% 你怎樣看神華 神華來到這個價錢 我不覺得會有太大的壓力 因為由高台42元左右跌 你已經跌的學幅度很大 單單說近期高位 接近36元 落力的幅度已經不小 增購母公司的資產 當然有利於煤炭的發展 實際上內地發電用的煤 儲存量只有7至10天 其實需求很大 不介意少少反復的話 這些價錢 開始著述部署中線吸納 應該沒問題 謝謝郭Sir 請問郭Sir 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便宜遲入 沒有 謝謝 看看恆指現在升幅 月升月有 升近176點 去到22,815點 升了0.75% 即月期止升110點 暫時低水5點 成交量有13,000多張 待會再跟大家見面